画这个地方,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,反正这个画图都是不拖那个几个指令嘛,一定就是什么,一定是画线,对不对,所以你可以画一下,这边不是画一个线,对不对,然后呢,上面的话有24,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画一样的线在这边的话,那可以用两个方法,一个就是用什么,Obset,就偏移上去,偏移多少,24,或者还有一个指令要复制,复制也是一样,你复制之后,向上复制24也说可以了, 两个方法都可以,那这一题我们用偏移好了,慢慢来,如果你可以再用复制方法也OK,然后再往上这一个,再往上什么,20,5,16,12,对不对,然后把这些线都画出来之后,再来就要搞定这些什么,半圆,那半圆实际上就是,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呢,画什么呢,你想说,如果用画圆来做,也可以,可是你画圆来做,你会发现,我要先抓中央, 中心点,那中心点怎么抓呢,你是要出一半吗,出一半,然后这边再Obset一条线,然后这边再怎么,画一个圆,然后再把圆杀掉,哇,那你工程浩大,很麻烦,所以,这里我就,我们不用画圆了,因为画圆太麻烦,你画这么,画一个圆,然后再删掉,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用画弧,画弧,弧的话,你只要给它一个起点, 给它一个终点,再给它一个方向,就三个讯息,它就可以帮你把弧画出来,会比较快一些些,所以,这一题主要教各位怎么样呢,画,第一个,就是Obset,偏移,或者复制,第二个是,如何画快速的,画出半圆出来,半圆实际上就是弧,如何快速画弧,OK,那这里的话呢,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一题, 首先的话呢,我们来看一下这边,第一个,先从底下开始画好了,底下的话,往这个方向,40,Enter,然后呢,再把它偏移,对不对,往上偏移,偏移多少,这边有个偏移,对不对,偏移距离24,Enter,然后把它直接,这个往上,OK,再来换这个,对不对,换这个呢,实际上再做偏移,然后20,Enter, 然后把它偏移,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动作要做,总共要做蛮多次的,那或者是说,我的习惯是,重复上个指令,你可以按空白键,取消,按一下,空白键就取消,结束掉,对不对,然后再重复上个指令,按空白键,它就出现什么,偏移了,第二下是,重复偏移的指令,那再来就是多少,再往上偏移5,所以5,Enter,然后就直接把这个呢,往上移,然后结束, 再重复,再重复,再输多少,16,Enter,然后再把它选它移过来,再把它选这个物件,然后往上移一下,那再结束掉偏移的指令,再按一下就重复,所以其实就两个空白键,两次空白键,然后偏移的距离的话,再向上12,Enter,对不对,然后把这一条线往上移一下,OK,那这几条线就画出来了,应该了解意思吧,如果 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那么快,没关系,你慢慢一个一个慢慢偏移,你熟了之后,你再来做那个重复指令的动作,接下来就是把线,总共有246条线画出来之后,接下来要画什么,画那个弧,对不对,那这个弧啊,教各位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,在那个这个功能上面有弧,可是弧是三点, 我们还有在一个地方,各位记一下,绘制里面呢,绘制里面有个画弧,那画弧的方法有很多种,有三点,有起点,终点,这个是中心点,那我们就是有两个,请各位找到这个起点终点方向,这个会比较简单的,起点,你给它一个起点,给它一个终点,给它一个方向, 就可以把那个弧画出来,这个弧实际上就是这个半圆,起点终点,记得就是绘制里面的弧,里面的起点终点方向,那我们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,我们画弧给各位看一下,我从上画下来好了,上面这个有没有,起点在上面,终点在下面哪里呢,123,这条线对不对,终点,方向特别注意,请你拉一个正方向,就往什么呢, 往180度的方向,点一下,这个弧就画出来,那,如果你还要再上来,再点,绘制弧,起点终点方向,很麻烦,对不对,记得一个,怎么,绝窍,刚刚不是讲过,按右键,重复,刚刚的指令,这样会比较快,不然你还要123,你按右键会比较快,点下去之后的话呢,你就会重复刚刚的指令,12,然后给方向拉一下,好,按右键重复, 就直接给他,12,方向拉一下,3,按右键重复,然后,这一点到,这一点,拉一个方向,拉一个水平方向,按右键重复一下,然后这边到这边,拉一个水平方向,按右键重复一下,这边到这边,拉一个水平方向,这样就画完了,所以如果说你,当然你,如果不知道这个方法,你可以画圆, 再采,再修剪,可是问题,这工程浩大,你如果懂得用这一招,一下子就可以把弧给画完了,起点重点方向,再配合右键重复这个指令,这个部分就可以画出来,OK,那其他的话,我想自行再把它标注一下,好不好,画面呢,先还给各位,试试看,第六题的部分,